好的 接下来依旧是第一轮的比赛 这一波是嫩性小熊猫对决 归来的是少年 这两位选手现在看起来都是分系宠物出场 那么宠物出场的组合上也是有所不同的 上方选手用的是风超梦 加一个黑色的碎骨龙 下方的话就比较整齐了 金色班尼迪克 一个进化解除了下方所有精灵的攻击 现在开始直接近身开始搏斗了 这波打下来的话 下方薛手打得很有脏法 直接把上方的打完之后 结尾的时候再把你控住 然后这波再用人物来直接点杀 这个真的是打得相当嚣张 可以说非常厉害 下方的话上方也是开始了 顽强的反击直接击杀了对方一只宠物 但双方虽然首发阵龙的宠物互有损伤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击飞的情况 进行回旋 这是一对一单控 这两位选手的话都是三米兰的组合 相互之间互控了一名选手 进化看下方怎么选择了 上方现在还把下方的这个全体属性 进行了一波下降 恩惠 这波拼下来的话双方血量上都差不多 看来上方是要集火 先使用多弹攻击 哎呀后面没有集火 看来 我还以为他会集火一下 结果呢 是多弹攻击先破一破 试探性攻击一下 双方都是三米兰的情况下呢 三米兰的节奏整体上会比较慢 双方进行了一波集火 但是就差了一丝血 几乎都要把你集差了 可是偏偏就给你留了这么一滴血 多弹攻击破 粘住了一个水属性的优势 水系 三米兰的节奏整体上会比较慢